哈喽我是小妹妹 今天我们来玩编剧和缩小的地图 在这个地图只要可编一次 编剧就会缩小一倍 可以说生存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还有在众多陷阱和十五毛和里中的宝像 我们究竟能不能生存下去呢 这里有第一次激光 野人猎手 火山地形 恐龙冰雄 还有太空和沙漠 小小的自己 小妹妹 这周围的九个格子 十个都是有怪物的 我怕狗带了 连最后一点生存空间都没有了 不要写 你这样微微缩缩的怎么拿宝像 你看 书丛里的野人都在睡觉 这一只十八零声 你心里能让我跳鞋 只睡着两下解决掉 你再睡 两人趁你睡觉要你面 哼 这不是游手就行 小妹妹 我也来 我打 有人打绝了 可恶 又是把其他人超省着危险了 先开宝箱 哇塞 这么多木头 这些野人给光高消负提 这野人穿的衣服比我都好 小妹妹 快帮我扒拉下来 哇 要先怎么先动手来 完了完了 他们全都醒过来了 而且难受这么快的木鞋 咱们不好对付呀 再拉开距离 冰卡迷后退 一勾子就把我撂倒了 小妹妹 你记得帮我报仇 笨蛋表姐 冰箱开始收缩了 敢逃我们改变 拿木了 一辆迷后 这么多招卖武器 也不算太快了 小妹妹快看 刚才的墙面真的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表姐 我不是说了吗 只要咖皮冰箱 就会缩小一倍 要是咖皮四十多了 咱们就没有方块站脚了 哼 没有方块站脚 岂不是会 无限的掉入虚空啊 好可怕 小妹妹你注意点 不要再狗带了 听到没有 这电视机光看着就吓人 又怎么不狗带 拿到宝箱了 小妹妹看我的 我跳我跳 怎么还会有空气墙呢 差点就狗带了 表姐你留着点 好好待着别乱动 破解奇怪 还得看我小圆妹 周围有空气墙 挡机进不去 在周围摸索摸索 找到了 这边没有空气墙 华工取物 哇塞 这全闹的风波装败 表现我们无敌了 拿完东西 垫木头离开 仅仅这么危险 能不碰就不碰 有神奇 当然要去打怪了 先和母眼行李盘开始 扎得林突突突 哎 一勾勾像打鼓似的出过了 走啊 我水轮见底 小妹妹躺着别动 就别赴我 等我拿完宝货再说 可恶的当当 居然丢了个炸弹过来 不活再来 二话不说冲进去 宝箱在树上 有全套的战士工具 还有喷射勾角和火箭背包 可我真是一时足承前果汗 编辑又缩小了 连上个神殿都没了一半 可惜了满屋子的黄金算石 这块谨慎点 用战锤镇飞肉圆举手 才不肯你们硬碰硬 给我下去攻吧 哎 金字塔里果然攻攻的 宝箱都被消除了 快上狗大MZ 紧昏和就是一宫国了 小妹妹 这都不去新的布莱 这火山里面肯定有好东西 我从中间挖个坑 让宝宝蛋在里面爆炸 小姐等等 你确定不会搏击到自己 啊 吓死我了 他一丢丢这个宝箱也要没了 里面有炸烟和手雷 这么危险的东西我不喜欢 小妹妹 这声素龙一直嗷嗷叫 让我来教训他们 哎 我去啊 这脾巴可真厉害 臭表姐你又作死 再回来一次 我们就吃下出生点的店家了 现在现在不发飘了 先吃拿箱子 吃烤鲜青蛤糖 嘿嘿 拿出来驯服驯猛龙 啊 给你吃的还养我 可恶 嗯 最后的酒公喝空的 就吃下个出生点了 果然不作死就不会死 小妹妹 我再给你加把火 把出生点也炸了 看看会怎么样 what 别啊 臭表姐 看看你干的好事 就剩下四个方块了 嘿嘿嘿嘿